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大获全胜 蔡英文总统以历史新高的817万票连任 不过国台北的记者会上就表示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对此行政院长苏任昌反唱 台湾的前途就是台湾人民决定 别的国家不要说长道短 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忘家说长道短 火力全开怒向中国苏任昌不满国台办 评论台湾总统大选还称台湾前途 由全体中国人决定 台湾人民用选票非常清楚的表示 台湾的前途就是台湾人民决定 而这一次蔡总统胜选连任 获得这么高民意的支持 更看出台湾人民坚定的守护民主 要过自由民主的生活 817万民意当靠山 蔡政府无惧中国的说长道短 但就在选后有内阁改组的声音 我依宪政精神提出总辞 但得到总统鼓励 肯定跟未留我们会继续冲 喊出继续冲 不过冲内阁有没有可能在新增人手 帮忙选战中落败的战将 找新工作 被点名的是花莲的萧美琴 随时都是激动灵活 团队合作接地去 所以政策人士都是随时检讨阴影 预留未来调整人士的伏笔 而春节将至行政院也推出 议员服带有孙昌跟夫人 一起拜年照片 这个是苏院长穿着红色的毛衣 还有苏妈妈也穿着红色的毛衣 2020也就是爱你爱你 平安幸福属于你 春节撩妹金句在线 民进党史无前例大胜后 这个农历年过得旗号无比 东森新闻李军庄良号 在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